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兵器连连看 我们讲在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大家族当中 有这样一款武器 它能够以800多公里的时速 贴着山谷进行超低空的飞行 来攻击2500公里以外的目标 而且它不需要飞行员 就能够准确地找到敌人 并且精确命中一米范围内的目标 那这样一种非常可怕的超视距武器 也就是美军最负盛名的巡航导弹 战俘 在今年8月10号 美军对外宣布将会对它进行再度的升级 那么这又将给战俘的性能带来哪些提升呢 1991年1月17日凌晨2040分 停泊在海湾地区的美国军舰 向伊拉克防空阵地雷达基站发射了数百枚打弹 强烈的爆炸声响彻整个英国 伊军的指挥控制系统和驻地军营 轻刻间火光冲天 海湾战争就此爆发 而伴随着这场局部战争的开始 一款极具神秘色彩的武器迅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这就是后来明造一时的战俘导弹 据美国国防部披露的资料显示 在整个海湾战争中 美军共发射了战俘导弹290多枚 仅仅在开战的第一天的斩首行动中 美军向伊拉克境内发射了40余枚战俘导弹 这些导弹不仅袭击了萨达姆的官邸 而且还击中打击了政府办公大楼等场所 伊军却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首都登场 战俘便一战成名 然而就是这款威力强大的武器 在冷战期间却一度备受了欲 资料显示战俘导弹1972年便开始研制 早在1983年便装备部队 可是美国空军一直拒绝列装 专门为其打造的空射型战俘导弹 而且在整个冷战期间 战俘从未被派上任何战场 一直被雪藏在仓库里 直到神秘服役了整整八年之后 战俘导弹才在海湾战场上完成了首秀 此后战俘巡航导弹频频亮相 历经科索沃战争 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战争可谓是风头进出 一举成为战场的明星 然而随着战俘导弹在战场上亮相的机会越来越多 它容易被地面防空炮火击落的缺点 也开始慢慢暴露 另外由于战俘导弹携带的发动机 制导系统和燃料负载限制了弹头的尺寸 所以在打击钢筋混凝土目标时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尽管问题重重 但美军对它依然是青睐有加 在众多局部战争以及其他军事活动中 依然不断地在使用战俘导弹 优点太多了 第一个就是防区外发射 而且它最远射程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相对安全的区域 那么就可以对敌方远距离的目标 进行比较精确的攻击 第二个它精准度很高的 其实它飞行高度比较低 这一点和弹道导弹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有效地对它进行拦截 其实难度挺大 确实我们也说 这个战俘寻航导弹 是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的 而且对于远距离的目标 实施这种精确打击 这都是它的拿手好戏 也因此让它成为一个明星装备 但是也同样就是这样一款明星装备 也有不如意义的时候 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战俘寻航导弹 因在海湾战争中大晃异彩 迅速成为美军武器实力的象征 然而在911事件之后 战俘导弹便没有再像 当年那般强引 人们甚至一度很少关注这款导弹 直到2011年3月19日 一次特殊的任务 才让人们对战俘导弹 有了新的认识 据报道 当天晚上 美国向利比亚境内 连续发射了100多枚战俘导弹 突袭了卡扎菲驻地 以及利比亚境内许多重要军事设施 只见密集的防空炮火 从地面射向天空 橘红色的火焰在夜空交织 机场 防空雷达等目标 被一一命中 美军希望借死 再去海湾战争的辉煌 然而在最关键的任务中 战俘导弹的表现 却让美军大失所望 3月20日夜 美军继续用战俘导弹 袭击利比亚 目标直指 十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在迪利波里附近的 一个兵营驻地 之后 由美军军方发言人对外表示 战俘导弹准确命中了 卡扎菲居住过的帐篷 但他本人却早已逃往别处 其实 位于迪利波里的驻地兵营 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军营 而是卡扎菲款待兵客 举办重大活动的重要场所 而在兵营的西北角 有一座巨大的帐篷 全部漆成绿色 这就是卡扎菲的日常居足 特立独行的卡扎菲 所到之处必带一顶帐篷 尤分析称 卡扎菲爱住帐篷这一嗜好 很可能被美军利用 然而 由于战俘导弹 只能以亚音组飞行 速度较慢 再加上他无法调整打击目标 所以 等到战俘飞临目的地上空时 卡扎菲已经逃走近一个小时了 在之后的几次行动中 战俘导弹无理失手 每次都只击中了卡扎菲的帐篷 以至于有人把战俘导弹 戏称为帐篷炸弹 那我们看 实战当中这个战俘 确实暴露了一些缺点 比如刚刚提到的 识别目标的能力上 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那美军其实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 从而来对战俘进行了一个再度的升级 那这个升级之后将会赋予战俘更强的战斗力 但是这还并不是美军的最终目的 随着美国海军进攻性反舰战武器增量2项目的重启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据悉 此次美国重启升级战俘导弹计划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就是未来 它将替代目前美国海军正在广泛使用的 鱼叉反舰导弹 但让人疑惑不解的是 与曾经名声大噪的对陆攻击型战俘导弹不同 反舰型战俘导弹此前一直鲜有辉煌战俘 而相比之下 鱼叉AGM-84是美军目前主要的反舰武器之一 冷战时期就开始参加各种局部冲突 虽然已经服役多年 但鱼叉反舰导弹的实力到今天仍然不容小觑 据悉 该导弹的动力装置为一台窝喷发动机 其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 该导弹在制导方式上也极为特别 它采用的是中段惯性制导 和末段主动雷达制导 而且弹头处还装有一台抗干扰的雷达导引头 另外 它还可以实现一弹多用 兼具空射 剑射 前射与暗射四种版本 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优秀性能 让鱼叉导弹在美军以及世界反舰导弹市场的竞争中 保持经久不衰的地位 然而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如今性能优秀的鱼叉导弹 可能很快就要退休了 而取代它的 竟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反舰型战斧导弹 这种战斧它一个是体积也比较庞大 但数量也有限 但它的优点它就是成本比较低 而且就是说 现在因为它不断地改进 它也积累了好多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美军从长远看 它可能会更多地依靠这种战斧 发展一种远程的这种反舰导弹 那么来弥补一些它目前的不足 应该说战斧还是为美军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的 但是我们发现 随着美国高超音速这种巡航技术的突飞猛进 它的命运也变得有点岌岌可危 再加上现在美国海军的财政预算在不断地紧缩 美国军方甚至放出话来说 要逐步地退役战斧巡航导弹 并且准备要筹措资金 研发更为先进的导弹来进行装备 那么这个战斧导弹会不会被超音速巡航导弹所替代了呢 随着战斧导弹再度升级 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隐秘计划也随之曝光 这就是美国海军秘密筹备多年的远程反舰导弹项目 该项目与反舰型战斧导弹升级计划 共同构成了美国海军的进攻性反舰战武器增量2项目 然而报道显示 美军此举并不是希望两者和谐友好的共同发展 而是要使之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 与此同时有媒体也留意到 早在2014年3月24日 美国海军就对媒体表示 政府将在2015财年的预算中 缺减反舰型战斧导弹的经费 另外负责海军预算的官员对外宣称 2015年是战斧导弹采办的最后一年 随后进入停滞状态 同时美军将开发下一代对陆攻击武器 而这意味着 即使美军再次启动了战斧导弹的升级计划 但无论是反舰型战斧 还是对陆攻击型战斧 都面临着被新一代导弹取代的危机 不过也有媒体认为 短时间内战斧导弹不可能全部退役 在网络中心战的新形势下 如果能将战斧导弹的巨大威力 与网络中心战技术完美搭配 对于战斧导弹而言 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它的作战纵深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 那么这种新战法 也很有可能称为战斧导弹的救命稻草 那我们说这种新战法 未来能否挽救战斧导弹 应该说这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在这里我们不仅大胆地猜测一下 如果说战斧导弹有朝一日退役的话 谁将最有可能成为它的继任者呢 我马上去看看 近年来美国以X-51A飞行器试射为代表的 高超音速巡航技术验证不断取得突破 据悉X-51A的设计飞行速度 在6到6.5马赫时间 也就是说采用该技术的新型巡航导弹 飞行2000公里只要十多分钟 因此有评论认为 作为美国一小时打遍全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久的将来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将有可能称为 战斧巡航导弹的接班人 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化战争时代 曾经风光无限的战斧导弹 已经属于超慢的级别 其速度甚至不如大多数的现代化战机 由于飞行速度偏低 不仅导致了它的突放能力严重不足 而且完全无法与美军如今倡导的 快速全球打击理念形成配合 以战斧巡航导弹最高飞行速度 每小时880公里计算 如果要打击2000公里之外的目标 要飞行两个多小时 足以让目标有充足的时间转移或者藏匿 而这在当年美军在执行 对本拉登的斩首行动中也早有验证 在这种情况下 X-51A应运而生 然而它的研制过程却并不顺利 2012年8月14日 X-51A试飞测试正在进行 在1.5万米的高空 X-51A飞行器及其助推火线 顺利地从搭载飞机上脱离 最后助推火线顺利点火 然而仅仅飞行了16秒之后 飞行器上一个平衡轨异 突然出现问题 在与助推火线分离之后 飞行器很快失去了控制 坠入太平洋 未能回收 这次测试的失败 让美国高歌猛进的 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发展 一下子变得酷酸 在没有完全突破的情况下 你说要成规模地 发展这种超音速的 是高超音速的导弹 我觉得短期内 还是难以实现的 可能对于一些普通的目标 我觉得战斧式导弹 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从1972年开始研制 到2015年再度升级 战斧巡航导弹 已经进入不惑之年 虽然它在海湾战争中 创造了一个传奇 但如今 它在隐形化和巡航速度等方面的表现 仍然不能令美军满意 在面对装备先进防空系统的对手时 毫无隐形功能的战斧 具有的优势将越来越少 目前美军仍然装备着 大量的战斧导弹 而且正在对其进行升级 但随着未来军事冲突的节奏持续加快 以及同类先进导弹的不断出现 战斧是否还有机会 续写海班战争的传奇 也许就连美军自己也不知道答案